因應中國解放軍連續7天 在台灣周邊海空域舉行軍演 美國日本也公布 美日兩國的空軍9號 也會派出10架F-15的戰鬥機 那麼會在沖繩的周邊海域 進行共同的訓練 那麼其實日本自衛隊 以及美國空軍在共軍的演習的第一天 那麼就派出了5架戰機共同訓練 9號還把規模擴大 外界就分析了 這是為了展現強烈牽制中國的姿態 日本媒體也報導 一艘解放軍的測量艦 這幾天曾經出現在日本的北方海域 也被認為很可能是趁著全球關注圍台軍演之際 在日本的北部附近海域蒐集情資